死亡俱乐部的诡异旅程 第一章 神秘的邀请 在繁华的都市中生活着一位名叫林浩的普通大学生 林浩的生活平淡无奇 唯一的爱好便是探索一些灵异事件的网络论坛 这一天 他的邮箱里收到了来自一个名为死亡俱乐部的神秘邀请函 亲爱的会员 欢迎您加入死亡俱乐部 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 体验前所未有的惊悚与刺激 请注意 此俱乐部仅限于对死亡与灵异事件感兴趣的人士 自理行间透着一股诡异的吸引力 林浩的好奇心被激起了 他决定加入这个俱乐部 尽管他心里隐约感到不安 第二章 诡异的会员大会 加入俱乐部后 林浩收到了一个邀请 让他参加即将举行的会员大会 会议地点是一栋位于偏僻街道上的老旧大楼 当林浩走进大楼时 里面摆设着各种灵异的物品 墙上挂满了与死亡有关的画作 令人不寒而栗 欢迎来到死亡俱乐部 一位身材魁梧的男人站在台上 声音低沉而富有雌性 我们的俱乐部旨在探讨生与死之间的奥秘 今晚 我们将开始一场惊心动魄的旅程 在这场会员大会上 林浩认识了几位其他会员 有喜欢拍摄灵异现象的摄影师 有研究灵魂出窍的心理学博士 还有一位神秘的女子 名叫小雨 她似乎对一切都抱有怀疑的态度 第三章 地狱列车的召唤 在会员大会结束后 林浩收到了一条神秘的短信 邀请她参加名为地狱列车的活动 这列火车专为死亡俱乐部的会员而设 传说中她能带人去网灵异的地点 体验生与死的边界 林浩心中充满了期待和不安 但她无法拒绝这种诱惑 于是 她来到了火车站 发现一列古老的蒸汽火车 静静地停在月台上 周围没有其他人 当火车的车门缓缓打开时 林浩感到一阵寒意 她走了进去 里面空荡荡的 只能看到前方一个光点闪烁着 随着火车的启动 她的心跳也开始加速 第四章 惊悚的旅程 火车在黑暗中行驶 林浩的心中充满了不安 她注意到窗外的景色变得越来越诡异 树木扭曲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死亡气息 火车里的灯光闪烁着 时而照亮座位上的其他会员 时而陷入黑暗 小心 小雨的声音突然打断了她的思绪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他们都是因为某种原因才会来到这里 不久 火车的速度突然加快 随着一阵剧烈的颠簸 林浩和其他会员都被摔倒在的 此时 火车外传来一阵凄厉的尖叫声 仿佛是从地狱深处传来的 这是地狱的灵魂 一位会员惊恐地说 第五章 死亡高效的揭示 火车在一个阴森的站点停下 会员们纷纷下车 眼前出现的是一所废弃的高校 校园里满是爬满藤蔓的交学楼和幽暗的走廊 让人不寒而栗 这里是死亡高校 据说曾经有很多学生在这里失踪 小雨低声解释道 在校园里 林浩和其他会员开始探索 他们发现了许多与死亡有关的故事 失踪的学生 灵异的传闻甚至还有一个关于灵魂被困在这里的传说 随着探索的深入 他们逐渐被这些故事吸引 但也感受到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惧 突然 校园里出现了一个身影 那是一位穿着白裙子的女孩 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棵老树下 她就是失踪的学生之一 小雨惊呼道 我们必须了解她的故事 第六章 仇恶的人性 女孩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的灵异事件 会员们在校园里经历了各种可怕的遭遇 许多人因恐惧而开始出现内讧 丑恶的人性在此时曝露无遗 怀疑与猜忌在他们之间蔓延 我不相信它就是灵魂 我们应该离开这里 一位会员叫道 他已经无法忍受这种恐惧 我们不能放弃 这是一个解开秘密的机会 林浩强调道 但她的心里也充满了不安 就在他们激烈讨论时 女孩突然向他们靠近 低声说道 你们必须选择 只有揭开过去的真相 才能找到回去的路 第七章 揭开过去的真相 面对女孩的指引 林浩和其他会员开始深入调查死亡高校的过去 他们发现 这里的许多学生因为压力过大而选择自杀 甚至还有一些恶劣的事件发生在这所学校里 每个失踪的灵魂都带着为解的怨恨 困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必须为他们寻求正义 林浩坚定地说 他们集结所有会员的力量 通过灵媒召唤这些灵魂 企图解开过去的恩怨 每个灵魂都有自己的故事 背后却隐藏着更深的秘密 第八章 死亡的考验 随着真相的逐渐揭示 灵魂们的怒火开始爆发 校园里的氛围变得越发恐怖 会员们不得不面对死亡的考验 一个接一个的事件发生在他们身边 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一位会员哭喊着 但其他人都知道 唯有完成这次旅程才能真正解脱 小宇不断安慰大家 鼓励他们继续前行 我们要为那些灵魂寻求解脱 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出口 第九章 最终的抉择 经过一番波折 灵魂和会员们终于找到了灵魂们所渴望的答案 他们准备举行一场仪式 让所有灵魂得到安息 可是 正当仪式进行时 却出现了另一个邪恶的灵魂 它得到来让一切变得不可收拾 你们以为可以拯救他们吗 这里的灵魂永远无法解脱 邪灵的声音音森可不 灵魂深知自己和伙伴们面临着生死的抉择 他们是否能够战胜这个邪灵 让所有灵魂得到解脱 第十章 解脱的希望 在决定性的一刻 灵号鼓起勇气 面对邪灵表达了对灵魂的同情与理解 他的话语引发了灵魂的共鸣 大家共同的力量使邪灵无法再作威作福 灵魂需要的是释放 而不是被困 小雨也跟着说道 随着邪灵的消失 整个校园充满了光芒 灵魂们获得了自由 安详地离开了这片土地 第十一章 回到现实 经过这次惊险的旅程 灵号和其他会员终于回到了现实世界 虽然他们的心中仍然留下了阴影 但却也收获了宝贵的经历与成长 感谢你们 让我得到了安息 小雨微笑着 虽然她不再是那个怀疑一切的女孩 但却因这次经历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信仰 第十二章 新的人生 随着死亡俱乐部的活动逐渐结束 灵号决定不再沉迷于灵异事件 而是将这些经历化作生活的动力 她开始关心身边的人 努力做出改变 她将这次的故事写成一本书 并在书中传达了对生命的珍惜与对灵魂的尊重 这本书受到广泛的关注与喜爱 成为了畅销书 结尾 死亡的反思 死亡俱乐部的经历让灵号明白了生命的真谛 也是她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 每一个灵魂都有自己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也在影响着活着的每一个人 死亡不是结束 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灵号在书中写道 这句话成为了她的座右铭 结束我关注 感谢观看